全國美術展正式開展 其中攝影類金獎 他拍下了各種動物的骨骸和血肉 諷刺人們為了虛榮的外表 而破壞大自然 每件作品都是今年非常優秀的 藝術作品 五顏六色的蔬果齊聚一堂 除了西方的紅椒 馬鈴薯 還有臺灣的傳統小吃 棺材版 這是藝術家賀慧之的作品 榮獲全國美術展油畫類金牌獎 描述聖經中的先知約瑟 被賣到埃及當努力 儲存糧食的故事 其中棺材版 蝦卷 象徵約瑟死後被藥物防腐 安放在棺材中 約瑟其實在埃及度過晚年 他死後他不願意下葬在埃及 因為他畢竟是迦南人 所以他能預知他的後代 可以把他造神的應許之地 就是出埃及 所以那個棺材版就是象徵他的棺 在畫作中他還夾雜人民幣 以及美金 凸顯臺灣面臨的困境 國美館舉辦的全國美術展 今年總收件數達到1124件 最後經由評審選出168件展出 作品涵蓋攝影 油畫 水墨以及裝置藝術等不同領域 館長黃才狼說從1927年的台展 光復後的全省美展到現在的全國美術展 除了提拔台灣美術人才 更透過作品反映出社會百態 斑馬 犀牛 用九宮格照片呈現出各種動物的骨骸以及血肉 榮獲攝影金牌獎的張志達說 我們其實是用血肉堆疊出光鮮亮麗的外表 那麼從這一次的展出 我們可以看見系列的作品比以往更增加了很多 那麼這個是一個好的現象 但是我是倒覺得表現上題材的範圍還是比較狹隘 應該要從多方面去表現 新媒體藝術的金獎得主林旺婷 則是用虛擬的建築模型 融入我們的實際生活場合 像是大馬路或是學校操場等 探討建築的意義 而傳統藝術水墨 水彩類 不只延續傳統脈絡 更融入多元的社會探討 開創不同創作方式 全國美術展為這些年輕藝術家 打造一個專屬的舞台